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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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近五年来老人一直生活在南京的一家老年公寓 老年公寓的院长黄安梅和刘奶奶的感情很好 在老人去世的前几天 她和刘奶奶聊天的时候 就有了一种莫名的预感 从来没有讲过 就在那几天她说她想回家 应该是想要想见儿子 实际上应该想见儿子 她的那个心还是一直是向着他们 刘奶奶直到去世还在念叨着儿子 那就赶紧给老人的儿子送信吧 于是在刘奶奶去世后的第一时间 黄院长来到了老人户口所在地 宝塔桥派出所 于是大家来到了刘奶奶儿子的家 以便把老人去世的消息通知老人的儿子 让人惊讶的是 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 儿子吴清根竟然全无反应 还紧接着说起了她和母亲往日的恩怨 我十二岁 她把我抛弃了 她家的人在那边 她移民 你只知道儿子没出 我只知道儿子 我只知道儿子早就不在家 不在家了 你就把门合死 反正不就算了 你说这个话 我干的 我现在车上吧 按照发行程序 这个三十六年 她应该付我的发扬费 这个不是吧 不要你拿钱 不要发 我这个身子名 虽然黄院长一再表示 只要吴清根愿意签字 给刘奶奶办后事的一切费用 都不用她操心 可眼前这位已经77岁的老人 却仍然固执的不肯签字 这个事你不要找我 你把我老子跟关了 我都不会找 切这个字 以后 那你母亲 葬在什么地方 你想知道吗 以后你会不会去看她呢 秦明你会不会去上 上 这个秦明 那查一下 你大概都得是 在这儿我要补充几句 刘奶奶在年轻的时候 她的丈夫被日本人杀害了 她一个人拉扯着儿子吴清根 孤儿寡母的熬到了1946年 后来由于生活所迫 刘奶奶改嫁他人 远走他乡 儿子就留给了公共婆婆 也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来抚养 35年之后 刘奶奶的第二任丈夫也过世了 她就又回到了儿子的身边 而这个时候的儿子吴清根 不养刘奶奶 她的理由 不光是当初 她把我一个人扔在爷爷奶奶家了 而且也包括 她还曾经把我告上过法庭 关于这一段事件 南京电视台的记者方方 也曾经介入过 2006年5月 方方接到了观众的来信 说社区里有一位94岁的老奶奶 被儿子遗弃了8年 刚刚又把胳膊摔断了 生活无法自理 请媒体关注 出去聊聊 你们这么出去聊聊 我说的就是人家最多 于是方方来到了 当时刘奶奶租住的小屋 了解情况 一般的都是吃一些青菜啊 豆腐啊 反正生活很简朴 很简单很简单的 一块钱进来 他能吃两顿到三顿 生活很结局很结局 我觉得怎么也不该住这个地方 非常昏暗的一间小屋 好像就是挨着一个什么墙 搭了一个坯子 仅放了一张床 还有我记得是一个像个 小破箱子 扣过来 给它当一个像个小桌子一样的 也就放了一些什么碗筷 于是没几天 在全社会的帮助下 方方就把刘奶奶送进了老年公寓 刘奶奶算是安顿下来了 但是吴庆恩为什么要把刘奶奶赶出来呢 娘俩的仇怨到底该如何化解呢 大家还是决定 登门拜访刘奶奶的儿子吴清根 希望他能把刘奶奶接回去 人们这才知道 1998年的时候 儿子吴清根就把刘奶奶扫地出门了 整整八年没去看过老人一眼 大家见劝输无效 就决定带着刘奶奶上门和儿子吴清根 再好好的谈谈 这下母亲这个事情 我叫你啊 哎呀你别哭你别哭 我叫你啊 哎呀你别哭 他不在耳朵都不在耳朵都不在耳朵 哎呀你把我害土的 他他看他也看他吃 哎呀你把我的一杯子全部给你盖撕 从来拿到啥 你叫我把煤气盖给他 我说我要发音不好 他就死了 哎呀我的妈妈 你以为我还能让他吃到这个事情啊 这母亲来的目的第一个来看看你 哎呀 那个黄祖老在几杯啊 他来看我 他咋不得把我搞死了 找抽了 第二个呢 我们现在呢 也得想办法把他送到靖老院去 等人不理解 为什么我几杯了 为什么你生疏发愿 叫他拿牌子来 叫我老人把这个枪就呕扶了 呕扶啊 要让他拿着其他的事情 我不能带回来 不能带着啊 母亲那是你母亲怎么办 这个 反应一直成为你卡住了 那反应 反应啊 不是我搞的 是他搞我了 人家不是不能带他了 哦 你几天反应 那带不就是跟娘交给你 你要带我好我就告诉你 今天要让明月 我跟娘你留了几年好好 你不要关心我嘛 我们妈明日是后面 你怎么办 他希望你跟娘要变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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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你 你真是你 提起当年的一切 这位老居委会主任最了解情况 他说 因为对生活的绝望 刘奶奶在和儿子共同生活的时候 就曾经有过自杀的举动 后来他要跟老天要 老天 老天不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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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老天 这老天有一天不是 烧的 我们没吃饭 散辣门 没吃饭 这个城 于是 吴清根就把刘奶奶赶走了 走投无路的刘奶奶就把儿子给告了 还要去 还要去 吴清根小 跟他带两个儿 甚至 往家无事 邻居大了就不要 邻居告诉我们 刘奶奶一开始啊 从外地回到儿子身边的时候 儿子还接纳了刘奶奶 因为那时候呢 刘奶奶帮儿子带她的孩子 就是带她的孙子 但是自从法院判决 儿子每个月给妈妈130块钱的赡养费之后 母子二人就再没见过面了 他一定是经常在房子里的一个人 想想也哭呀 会哭吗 怎么会哭 经常在里面哭 他也想完的亲情啊 没多久 刘奶奶入住老年公寓之后 生活渐渐平稳下来 2007年的一天 芳芳突然接到了老年公寓黄院长的电话 说刘奶奶病危了 他急忙赶到了老年公寓 看望刘奶奶 生病了 生病了 我不要看 院长给我看 干嘛不看 有病不看吗 没有钱看的 有钱有钱有钱 你不要想那么多 不要想那么多 看病要紧 刘奶奶到公寓已经一年多时间了 儿子依然没有出现过 而且原本应该每个月支付的130元的赡养费 也再也不给了 老人的所有费用都是老年公寓承担的 想不想儿子啊 他把我年出来 把他一个月给我130块钱 我到家来 一块钱都不给我 我一块钱都没有 你不去找他 你不去找他 我们马上就去 马上就去把这个情况告诉他 告诉他 然后尽量动员他来看看 好不好 他不会来看我 他把我年出来八年了 我们去试试看 试试看 我不想他 我不要他 我就靠院长 我也不想他 尽管刘奶奶嘴里说不想儿子 但是大家揣测 奶奶的心里 还是惦记着自己 这唯一的儿子的 为了防止刘奶奶病情出现意外 方方决定 再次去找刘奶奶的儿子吴清根 争取让他来看看母亲 在他这个时间不多的时候 能不能去看他一眼 于是他可以的 我拿去盘情 把我杀到我找来 一不顾王 二不顾伞 翻你伞子拍片 但是法院没有判决 我们要违背法院里 你的判决 东西 我按照那个执行 我们这个 你带着谁都不行 你伤了我 如果他这次 这个官过不了 去世了 那么他的后事 你比如说他这个 他的古归河 怎么安置 等等 那要有新人的 说他的 我没有必要 关注是 他有房子 尤其有移民政策 勾他安装费 事实上他还是想你的 哎呀 晚也 十也 一个都是 有些东西能够改回来的 有些东西倒不回来的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 是来自中华女子学院的李明顺教授 欢迎李老师 李老师 你看刘奶奶的儿子呢 也挺有理由的 说不赡养我妈 我有理由 我十二岁的时候 她改嫁了 走了 不管我了 三十年以后 她又回来了 我凭什么再养她 她还是我妈妈 所以法律上对这个改嫁 然后很长时间以后再回来的这种母子关系 有没有赡养的义务是怎么规定的 应该说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个女人改嫁是被耻笑被这种看不起的这种或者是不应该走的这么一步 因此她儿子是记恨她母亲的 但是我们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呢 以今天的态度来看 那么 丈夫去世以后 那么再改嫁 应该说这是老 李老太太她本身的这样一种权利 改嫁本身并没有错 但是不管什么样的原因 那么她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 这也是给孩子留下一些仇恨的这样的一些或者不满的这样一些情绪的缘由 那法律支持这样的理由吗 因为她走了30年 当时没有管你 所以今天你就可以不赡养她 那么按照我们国家的婚姻法规定 那么父母子女关系 她不会因为这个夫妻的离异或者甚至另一方的再婚而改变 这是一 第二 我们国家婚姻法规定的子女对父母的赡养 她并没有设置前提条件 也并不是说父母养了你 然后你才去赡养父母 实际上这是没有这个条件 所以不管过去 那么母亲是对得住你也好 对不住你也好 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那么现在你母亲老了 需要你赡养了 那么你应该无条件的来履行赡养议 根据法院当时的判决 儿子无亲根应该给母亲每个月130块钱的赡养费 130块钱不多 但从此以后 刘奶奶就一个人搬出来了 一个人住 租房子 八年 没人管 没人看 那您怎么看待儿子无亲根的这种做法 根据我们国家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 子女对父母的这种赡养应该是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个 那首先是这种生活上的照顾 第二个经济上的帮助 第三个是精神上的慰藉 那么这个里头你给付赡养费 仅仅是经济上的一种帮助 那么你还不能够就此免除掉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慰藉 那么这样的一个全面的赡养的这样的义务 那么现在刘老太太已经去世了 谁来料理她的身后事呢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采访中记者惊奇的发现 无亲根不仅和自己的母亲断绝了关系 还和自己的儿子也不往来 可刘奶奶却一直想着孙子无节 因为那是他亲手拉扯大的 即便老人在小屋里独住了八年 生活十分拮据的时候 也从来没有忘记对自己这个孙子 庆祝自己的疼爱 这个给他五块 那个给他十块 他把他攒起来 现在多少年前 在九几年吧 他给了他孙子三千块 刘奶奶进了老年公寓后 他的孙子吴杰 曾经和老年公寓的黄院长签过一个协议 协议的内容是孙子吴杰 要负责刘奶奶的生老病死 刚来的这几天 因为有一些好心人捐了几千块钱 老奶奶不知道往哪里放 一会儿用手拍包起来 一会儿用袜子套起来 这些好心人的捐款 刘奶奶也都先后给了自己的孙子 可是2009年的时候 老人却突然把自己的孙子告上了法庭 起因是孙子一直拿着老人的低保证 领取这老人的低保钱 老人请求法院判令 孙子返还自己的低保款 想不想孙子啊 我还想他 我气得了 我要告他了 我要跟他要低保签 三年低保签 你还是希望他来看看你是不是 跟你讲 院长叫小青打电话给了 他把电话妈扒着了 院长又打电话给了 他又把电话妈扒着又骂院长 刘奶奶的孙子对黄院长的态度 让黄院长也觉得非常委屈 我都没想到刘奶奶讲这个样子 他孙子迟着我鼻子嘛 一想到电视 给答应他 我就这样子讲 法庭上 刘奶奶的孙子 面对老人的言语和姿态 让所有的人都怒不可遏 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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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电话 给我多少钱 你叫我给你多少钱 你叫我 你想象太多 你想象 我去面öz 给你少谅 我给你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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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电话 我给你打电话 你打电话 你懂是打电话 你干谁打电话 你 Users 又打电话 在最后的时候 老人把压抑心中 所有的失望和委屈 全都爆发出来 这是四年多来 刘奶奶第一次如此的痛苦 哪怕是当年生命垂危的时候 她也没掉过一滴眼泪 在这个当年98岁老人的泪水中 包含着对儿孙的彻底绝望 这一次对不公堂 让老人和孙子恩断一绝 如今刘奶奶去世了 她的孙子会料理她的后事吗 我想问一下 你知道你奶奶去世的事情吗 你别走啊 我许你太好安逸了 我们看到这的时候 都为刘奶奶感到痛心 她的儿子 因为当初妈妈改嫁他人 不管他了 所以就心生埋怨 现在也不管妈妈了 她的孙子 因为没有得到奶奶的财产 也不管他了 就算是一个家里的保姆 估计都不会有这样的待遇 而刘奶奶用了99年的漫长的生命的时间 居然没有等到她渴望的那份亲情 现在刘奶奶过世了 她的后事该怎么料理呢 刘奶奶在老年公寓的生活还算安逸 她经常一个人静静的待在一个地方 谁也猜不出她在想什么 这一天 老年公寓给公寓里的方奶奶过99岁的生日 老人的儿孙挤挤一躺 好不热闹 比如说有些好些人去看她的 给她一些零用钱 你说她在那地方她要花什么钱 什么钱都不花 拿个小手绢 左一层右一层把它包起来 那意思好像还是要留给她的孙子 儿子 实际上她内心里面还是有这样的渴望 有这样的渴望 其实刘奶奶在这之前的多次采访中 都流露出对自己唯一儿子的思念 她的要求很简单 就是希望儿孙们能来看看自己 刘奶奶来到老年公寓之后 以前的老邻居们还经常来探望她 可是刘奶奶毕竟是老人 需要专人照顾 她在老年公寓一住就是五年 直到她生命的终点 老年公寓的黄院长说 她先后送走了一百多位老人 每次都有死者的家属来磕头送别 我说刘奶奶你放心 我和芳芳一定会让你把这个赫世 办得好红火火的 我一定会让你入土为安 我觉得我们的努力 也许会对她的儿孙 可能会有一些触动 我以为可能刘奶奶到了最后的时候 他们怎么也得来一下 兵事前嫌了 对啊 至少让大家都觉得应该这样 所以就 可是这个结果我真没想到 刘奶奶的儿孙对老人的遗体 置之不理的态度 这激怒了很多南京的普通百姓 任务人都不能容忍 我们看着这蛮困难的 谁都不困难 我们护一早前就早后 不能再去 李老师你看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都很痛心 看这个刚才的画面的时候 心里都很难受 刘奶奶的尸体现在殡仪馆都停了有两个月了 结果呢 儿孙都不来料理 他就只能停在这吗 法律上有没有规定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 那么如果继承人他不签字 那么很可能就会导致将来以后 他现在他不签 但是将来以后他就说他不知道啊等等 会有很多的后患 就是将来会引发纠纷是吧 对会有一些纠纷 但是呢 在有些情况下 这个继承人或者你找不到了 或者说是你找到了像这个案子里面 对找到了就不签 他不签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 我觉得有两种办法 一种那就是说 由这个老人所在的 那么居委会也好啊 或者村委会也好啊 那么来出具相关的 或者是来办理有关火化的相关手续 也是可以的 那么也可以通过公告 公告通知一定时间之后 也可以进行火化 谁来发这个公告 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由这个殡葬部门来发出更合适 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了 老人家遗体火化这件事 刻不容缓了 都停了这么长时间了 所以黄院长他们又开始四处奔走了 黄院长他们走访了派出所 社区街道 医院和殡葬馆 为的就是在没有亲属签字的情况下 拿到刘奶奶的死亡证明 使得老人可以顺利火化 为此老年公寓的很多老人 自发的签署证明材料 有的不会写字的老人 还按上了鲜红的指印 终于在各部门的共同协调努力之下 由社区前头开具出了刘奶奶的死亡证明 2011年的4月1日这天 刘奶奶的遗体在南京殡仪馆火化 很多老人的老邻居 社区工作人员 南京电视台的媒体人 甚至一些和刘奶奶素不相识的热心人 都自发的来为老人送行 终于可以把刘奶奶平安的送走了 和刘奶奶朝夕相处了五年 为老人四处奔走的黄院长终于忍不住 社区的党委书记决定 再做最后一次努力 他拨通了刘奶奶孙子的电话 我们的记者采访回来之后 告诉我在殡仪馆 他最大的感触是 人家的晚联上都写着 送别慈母某某某 送别慈父某某某 只有刘老太太的晚联上写的是 送别刘成英老太太 其实刘老太太 她是母亲 她是祖母 她还是曾祖母 她有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 但是在这个为了告别而聚会的仪式上 哭得最伤心的人 没有一个跟她有血缘关系 法律能判决她得到赡养费 但法律却没有办法强制还给她人间亲情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感谢李老师参用演播室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同道的其他节目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